海洋里面的无脊椎动物 海藻 所以生命的演化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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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慢的 从有到没有 当然这在中间中有很多 很多说法 暂时就是把它先放到一边 因为不是今天主题 在下面我们有 在这个生命 那个漫长的旅程里面 我们曾经发生过五次生物大绝灭 第一次呢 大概发生在那个4.5亿 在那个到4亿之前 大概在 那个生物大概在这个地方 是鱼形的生物 还有一些这个两栖类的时候 这时候这次发生呢 85%的这个生物绝灭掉了 地球上85%它绝灭掉了 第二次呢 是在那个泥盆记 很有名的泥盆记 我们现在所说的所有的木炭啊 什么的等等的 这种东西都大概都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这一次呢 那个在地面上的还好 海面的生物呢 基本上都绝灭的很厉害 第三次呢 这次是最严重的 96%的生物 基本上全部绝灭的绝灭掉 然后呢 那生物的生物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又来了 到第四次呢 那是在两一年之前 那个这个时候呢 那个爬行动物 80%的排行动物绝灭 之后呢 就产生了更大的排行动物 恐龙就出现了 这之后 但是恐龙 那个运气也不好 这不是因为 那个地质原因 或是气温的原因 它是因为 因为有一颗小行星 10公里直径的小行星 撞击了那墨西哥的 那个附近的 那个 尤卡坦半岛 然后产生了一个 180公里的大洞 然后呢 所有的尘埃飘到了 那个空气间 影响了那个气候 然后呢 所有的那个 大型的 尤其是恐龙 全部绝灭 75% 那呢 剩下一些小型动物 包括我们的 那个最直接的 祖先的哺乳类 存在了 然后呢 又过了1500年 我们要讲到 我们人类真正的 这个来源了 就是5000多万年以前 就在地面 一些小型的哺乳类 它爬到树上去 因为可能地面呢 它体积比较小 地面竞争比较厉害 所以呢 它躲到树上 可能树上的植物也比较多 就是我们所谓 所谓知道 眼镜猴跟狐猴 还有呢 它还有另外一部分的猴呢 它又产生更大的变化 它就 这就是我们直接的 这个圆祖 出现两种圆 一种叫 圆上圆 一个叫做 那个埃及古圆 都是埃及这个地方出现的 然后呢 在约1400年到700万年前呢 这个拉玛古圆 这个就跟我们非常直接了 因为呢 那一般来讲 后面的黑猩猩呢 大概就从这个 分支出来的 那黑猩猩呢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真正的 非常宁静的 它96%的基因 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 一样的 这黑猩猩 到了人类呢 就进入我们人类的这个 大概是 250万年以前 我们有出现一种 就是这个能人 他也是直立的 然后呢 后来呢 他被 180万年以前呢 出现另外一种直立人 取代了这个能人 这个能人 事实上就是我们 我们很可能 能人跟直立人 就很可能就是我们北京人 的先祖 然后他们后来也是不存在了 也是不存在了 真正存在了 我们的真正的就是 属于的这个智人 是20万年以前 所以大家经常听到的 尼安德达人 智人 跟我们现代人 这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尼安德达人呢 在三万年前绝灭 但是注意啊 这个尼安德达人呢 是目前我们人类 生物发展的顶端 就是他发展的那种 脑容量最大也是他 最强壮也是他 事实上从这种 这种面向来看的话呢 我们现在 现在的人类 我们现在人类是在退化 不论脑容量跟市值 都在退化 因为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你每天的 每天24 hours 你为了生存 你为了找寻粮食 去奋斗 我们现在的人呢 就对不对 有的比较稳定的 那个社会结构啊 粮食也很容易来啊 所以呢 就缺少奋斗力 所以呢 慢慢的很多地方就开始 当然我们的 那个智能方面 可能是有突破性的发展 但其他的部分 大脑其他部分 还包括我们四肢 都在做一种缓慢的退化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现在世界上这些人怎么来的呢 因为这些直立人呢 跟那个智能呢 基本上他都在都是在非洲演化出来的 非洲的东边 因为他那个产生了非洲的那个大重骨 差不多6000公里的大重骨 把隔绝了 在东边呢 那个那部分的那个圆 那个圆呢 我们说前面说南方古圆啊 这些圆呢 他们要受到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自然的那个 那个压力比较大 气候啊 还有那个方方面面 所以呢 他们就逼死他们呢 就产生了某种进化 所以呢 那基本上呢 就是他 我们现在人类都是从非洲出去的 总有三次 那个第一次呢 是在190年左右 这 这一批大概都已经看不到了 有很多都是在这海底了 因为那个海平面上升以后都在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什么北京人啊 那些大概基本上是第二次 在84 也就是70万年左右的时候 那一批 包括那个海德堡人啊 北京人啊这样 这些都是在这批出来的 那这些呢 也都现在也都不存在了 我们现在那个 那个真正的那个 那个智人走出非洲呢 是在 那个15到8万年前 走出非洲 基本上都这些 这些走 为什么走出都是气候的关系 因为在这段 这段时间都有冰河时期 那第四冰河期严重的时候 那个海平面下降130 130米 那是很高的 130米 然后呢 那使得那个 那个那个 非洲跟那个 那个亚洲通过那个海船可以相连 引发了那个那个那个气候的变化 二氧化碳 气温 都引发了变态 那个 当时呢 很多那个人类 分布在各地的人类 也纷纷的那个那个死亡 最后的剩下大概只有2000到1万人 我们人类 最后剩下这个2000到1万人 那后来呢 后来呢 在5.4万到5万年前呢 还有一批那个非洲人走出 那个人类走出非洲 他们有一部分呢 是跟这个混合的 有混合的 后来现在经过那基因的普查 发现了我们的妈妈是那个 13.4万年以前的存在的 我们的父辈呢 可能是那个5.4万年以前 那个出现的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很神奇的 就这么几千人呢 现在变成了接近81亿人的 我们现代人类 那这是我们人类 那个一个简单的这个过程 大家可以发现 这真是险啊 是吧 险波一波 一波接着一波的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呢 那个但是呢 我们真正的文明 我们现在我们真正的文明 是在1万年以前 就看我们人类呢 开始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 那个生活 他开始做农业耕作 是吧 然后呢 在6000年 那个左右呢 我们开始有了那个 所谓的农耕文明 这最主要是 最先出现在那个两河流域 还有中亚 中国跟印度是稍微晚了 晚了1000年左右 所以我们中国呢 所以我们都说华夏文明 5000年 基本上就是讲的是 我们是这个农耕文明的持续 这个就是这个农耕文明的 一支早期的农耕文明 但是呢 现在这个农耕文明呢 基本上呢 慢慢纷纷的都凋零了 现在纯世的唯一还延续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华夏文明 他是唯一延续的这股文明 目前我们这个华夏文明呢 正在与西方的这个新的文明 在拳牙交错的并存吧 共存吧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很受影响 就是500年前这个西方 那个文艺复兴开始以后的 这个科学 那个思想科学工业这个革命 那这是一个新的 崭新的文化出现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世界上呢 可以说这剩下的两条腿 一条就是我们的古文明 那个有5000年的时间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500年前这个科学文明 其他那个枝枝结枝的文明 我们都基本上可以 可以参考而已 真正影响大的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 那个西方的科学文明 真的改变了一切 还有呢 我们早年这个5000年 这个农耕文明 也是改变了人类一切的 所以这两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这两个文明呢 非常奇特的现象 就是在我们中国呢 它那个 它是唯一存在这种 犬牙交错的这种情况 那在我们再往后看一看 这个时间轴 那个 那个在我们的太阳系呢 我们的太阳 大概呢 经过科学家的核算呢 大概还有50亿年的生命 很长的 那那个宇宙的 宇宙呢 当然有一天 它也可能不存在 但是时间是怎么样 怎么不存在 现在位置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呢 如果我们以时间轴 来看我们整个生物的 那个变化呢 大家有一个比较宏观的 眼光来看呢 来把这个AI的 那个放的位置呢 应该放在哪里 那大家有时候 研究这个AI现象的时候呢 把这个先 优先考虑一下 你会得到比较 比较贴近 可能 更贴近可能的这种 一种 一种答案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知道 那个 从过这个这样 这个这样一路走下来 我们知道呢 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改变呢 从500年前的科学的这个 可能下一个改变 就是这个AI的啦 包括那个爱因斯坦的这些东西呢 我认为都不是特别重大的 但是这个 因为它的影响只是某个 某个slice 就是某个层面 但是AI的这个影响呢 它是全面的 它将会是全面的 每个在座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的子孙 都会受到影响 还有一草一木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这个 那下面呢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往下走 那这个是我们的真正 今天真正 那个第一 Part 1真正主题 就是这个AI之道 那AI应该怎么走呢 对不对 我们现在知道AI在这个时间轴 它的位置以后 它应该怎么走呢 它的方向是怎么样呢 事实上呢 ICH都在架子身上 法 感觉 都有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